耶 今天跟大家蘋果開箱 實在太久沒試過寄蘋果的iPhone 外面那麼多開箱要看我這個頻道 我是一個平常的人 外面那些是專業的 我平常的心態可以開箱 有不同的見解 首先澄清我本身是一個果迷 基本上我2008年左右就用MacBook 然後第一代的iPhone就換到 剛剛iPhone X我就沒有換 現在skip了一代 我終於不能用iPhone X Max 那我自己就可能跟大家說 去開箱看零件 我都覺得是標準的 不過我再加上我自己用一個星期 那你是不是真的要用一萬元買這部東西呢 我說了我本身是果迷 我等一下會說原因 為什麼繼續買iPhone 那我現在跟大家開箱 你會不會收到iPhone 有些人會開箱 這個 哦 你看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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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搞我啊 外面那個 信給我 傻啊 我都還沒換機 只有你換了機 不要的張紙 原來這個是主要的核心功能 嘩 這個 哦 耶 你看到這部呢 就是 我都是買不到金色 買不下手 雖然我做直播時說想買金色 最後都是買Space Grey 聽說後面是Glass的 我上代都沒有買 而五、六 我覺得可能不夠 但是我上次買一部都買了兩年 大概滿了兩次 現在用第三次就差不多滿了 其實迫著我 現在令我頭腦 你這麼大的激素 你整個Album都是東西 你會不會看 現在就要用Google Email 或者其他東西去篩選你原來要有用的東西 就麻煩一點了 嗯 有Silicone Valley的味道 的感覺 都不相信 首先 有一個不等待的說明書 你不會看的 一揭 我不管它 我現在只要搏機 碰 Yes Yes 我哪有很多博姿 正不正 實在說不正 我覺得是漂亮的 外面這個面是整個螢光幕 後面就是Space Grey 玻璃幕 玻璃的硬底 我都看了很多評論 這個叫做Finger Print Magnet 即是你貼手指毛 一貼 全部放進去 如果你是沉浪的 抹是很漂亮的 旁邊就不像是用cheap plastic 這個不是plastic 我聽說不是 不知道 但是很漂亮 但是整個一次你的字幕 漂亮的就是這樣 你的奢侈是要打你的 這個真的回不了頭了 來了 沒有味 它又不是黑曬了 帶一點Space Grey 很久沒有換機了 OK 這個先放開 有拆頭 這個拆頭 我聽說這個不是高速叉電 很多人會提議 這個耳塞 我是不會用的 而且它不是無線 為什麼呢 我脫硬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這些我脫的 我有Bose 它也不用 而且也不是無線 如果我要一個 犧牲沒有Noise Cancellation 我一定要藍牙 不過 我轉了 我應該 不是 我那時候轉了 已經是這個頭 所以 Wisus 不一定要用的 現在 拆上去 完全沒有電 有硬 硬有嗎 你白色底就會開始見到比達頭了 我自己會現在開始用一個星期 然後跟大家再做評論 我自己一開始用蘋果 第一 就是它的穩定性高 第二 速度高 即是速度高 就是穩定性高 是你少很多麻煩的 我明白它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它的比例 是比較麻煩的 第三 我喜歡鏡頭 它一向鏡頭都有保證 喇叭 很強 我看評論的 所以我試一試 喇叭是清 Crispy 即是 即是脆的 Base 都不是夠重 因為它一部機 但算不錯 那個聲音是很清脆的 所以 聲音和鏡頭 都是我喜歡 一直喜歡蘋果的東西 它一直都是升級 所以 對於我來說 Compatibility 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現在 這個ROS 出了13次 Base version 好像是 應該夠人買東西我才會買的 OK 用一聲球 再和大家見 來到一個半月之後 我第一件事 就是要試 Face ID這件事 我不知道 眼封X是不是這樣 這個我有點意外的 第一 你試一試 反應都挺快的 一看 解鎖 如果閉上眼 解鎖不到 解鎖不到 還在震著我 如果我被別人 張開眼 看著 是不行的 我被人張開兩隻眼 不行的 就是你不可以有任何東西 遮蓋你的眼鏡 那很有趣 再正常看 這就是問題 有時可以 你戴著眼鏡 是可以的 開了 是可以的 解鎖這個黑超 照樣可以 你戴著黑超 在黑超裡面 閃著眼 照樣不可以 所以這個Base version 都挺有趣的 唯獨上就是這樣的 你戴著相機 Tap著它 你看到有任何人 它就震我 震幾下 它就不讓我Active 你就要入密碼 這就是唯一的 不是那麼好的 有得選 就要選 這個鏡頭 入指模就可以了 那就開了眼鏡 可能會選 另外早上起床 我用了另一個App 響我Active 平時按這個按鈕 就會Snoosh了 我現在要 拿起 擦 一定要擦到 最精神的眼睛 就是Snoosh 你是為什麼 我想再睡一會 它會 然後也會震我 我要清醒了 日密碼 最好的Active 因為已經清醒了 所以 是好處 有人覺得這個按鈕有問題嗎 正在推出這個按鈕 有些人會有問題 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可以這樣看Youtube 你看到 平時這個鏡頭 我想是16比9 你可以打開它 其實有一個Full Screen 長一點都會照看 不過看波就不行 因為它遮住分數 不過你要別人 經常鋒進入部才行 所以我覺得Youtube 這個按鈕不是太大的問題 第三 我會想 我平時用Apple Pay 我怎麼付錢 是不是 去胃腔付錢 難道我跟著鏡頭 這個胃腔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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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 因為你 Face ID Detect 你按這個Home button 兩下按鈕就付錢了 不用擔心你的頭 轉到它 你把App 拿出來選擇的 就有點煩 因為你這樣拉 要去到中間 有時候我拉不到 拉上去到中間 才那些App 都出來了 對了 我還不太明白 這個用法 所以你拉上去選擇 拉到誰去停 我都很有藝術 這個就有點煩 不是很慣用 基本上我都暫時沒有後悔 買這個東西 因為以下都有兩個功能 第一 拍照很漂亮 這個鏡頭 超漂亮 日光的照片 跟任何的 單鏡高級一點 都可以比美 聽說有些色調 在白色 自己加了 我就不太覺得色調很假 所以看它很漂亮 晚上的光也很清晰 所以晚上用它 也是OK的 以前的機器不可以的 聲音算是很震撼的 我現在播給你聽 我不知道那個聲音過濾了會怎樣 但是你現場聽 用手機來說 大聲來不會拆 6S Plus 和iPhone X Max 比較一下 哇 清了很多 是嗎 Crispy 聲音 但是... 如果我一次部機都是這樣 我用這個喇叭 即是科技先進 你是喝先進 你才會認識 即是等於 Justin 叫我去北京吃帶子 我一吃東西就中了 我真的差好樣 如果你喜歡 那些古老啊 你可以這樣做的 然後再厚一點的聲音 不用放那麼多的車就行了 那就是喇叭聲 是蒙一點的 即是低音一點 你可以當Speaker 用的 真的非常喜歡 我覺得都蠻適合的 因為我到現在一個半月 還沒買殼 還沒買貨貼 跌了在地上三次 這條邊是很容易花 這就有點花了 我跌了三次 咦?老婆叫了 我跌了三次 我特意選不到殼 即是白癡的 不要理你怎麼說白癡 然後都沒有爆 但問題就是 Fingerprint 周圍都是紙毛 這個我買之前都知道 整體來說 評價就是 如果你是我的情況 又是蘋果迷 那幾大機會呢 你會給你三千元 為什麼我講三千元 因為 你當一萬元裡面 有七千元的價值 三千元是斜持品的 我老婆呢 只是因為鏡頭呢 已經想加錢的了 但如果你不是用了蘋果 或者你不介意 用其他Android的話呢 我覺得 你要Depend上 你是不是喜歡 拍照和音樂 但現在趨勢 全部都是在做這個 尺寸的鏡頭 有Notch 如果將來沒有尺寸 如果你想開箱 我幫你開 都可以的 現在忍不住 要Unbox第二件事 就是蘋果Apple Watch 這個Watch 是Justin 拒旺送給我的 拒旺之Watch 是給我生日的 現在就和大家一起 分享Unbox 那我對Apple Watch 感覺呢 其實是第一代出 我已經想買 現在是第四代 那其實呢 為什麼不買呢 第一就是懶 不想做研究 第二我擔心耳靠得太厲害 那也可能是的 第三就是 但是呢 這麼多年來講 兩隻Low 一隻IWC 那一買了 就全工盡費了 所以呢 我就擠一下擠一下 那這個就是最大的Series 44mm 有一個Black Sport Band Casing最大的 好 這裡 有錶帶 主角 咳咳咳 膠味 應該是 哦 這張紙 打開 有教練的說明書 還有它的主角 就是錶帶 那為什麼有兩隻錶帶呢 哦 兩隻錶帶呢 是給男人和女人用的 長度是有少少不同的 撕掉嗎 撕掉 哦 撕掉了 一隻錶帶 在這裡 有說明書 它有充電 Wireless 是無線盒 哦 nice 這個蘋果Watch盒 有點難擦 傻了 整個東西在這裡 根本要撕開就是了 撕掉那麼多東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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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有東西的 好了 有了 開了 這樣 哦 不太好 不太好 然後這樣放進來 怎樣 Bring iPhone near Apple Watch 哦 哇 好 我的數據由今天起 被人偷了 通常都這麼看 List agree 行不行 是不行的 要有萬花和寫龍彈 Don't share 之前放在那裡的 Passcode 哦 不SELF就SKIP Continue Apple Pay也可以嗎 SELF later SELF SELF 醒目哦 要加多18元 每月 現在把這個放進去 成為博物館 我把所有東西 放進這個 Technology櫃裡面 又再試用一個月 回來了 來到Apple Watch 用後感 我用了大概一個多星期 說回清楚 就是我從來沒有戴過 戴開傳動錶 變成了智能錶 先說了不好 其實有幾件事不好的 其中一個比較致命的就是 你按著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第一件事 你就是想安裝APP 因為那一天我一開完箱 我就在升降機安裝APP 發現沒有東西安裝到 對 即是幾乎沒有東西安裝 你會知道的 所以你不能夠這麼廣泛地使用 其實我就想 我也知道的 Apple TV 都是下載不到其他東西 YouTube都沒有 所以我傻 基本上它給你的功能 或者它授予 給一些APP有權的東西 其實都夠你用 即是它言下之言 我想是很少的 唯一不好之處 正來講 特別就是 特別搓神送的 什麼都好 但是如果你用幾千元去買的話 這個是我會驚訝的 而你用幾千元去買 你不會不知道沒有這件事 就去買 但是沒有的話 我會不會只要花錢買呢 都可能有機會 因為有其他好的東西可以用到 第二個 都經常要充電 但是我又覺得不是很密 我想你用不夠一天 都是要充電的 因為其他機器都不是無線 唯一無線 我就跟機的順次拆給你看 唯一用那個去充電 因為公司充就在家裡充 另一個就是 它反應比我想像很慢 因為我平時看錶 一看就馬上看到鐘 你大概就知道 現在一看 等一秒左右 可以提升到鐘 還有什麼問題呢 你現在叫Siri 就有朋友了 因為Siri很接近 我有一次叫錯 Siri已經出來了 剛剛我才出來了一次 Siri 又出來了 不好意思 不是叫你 但是你如果跟機器 和電話一起 就有點煩 因為你真的叫Hey Siri 你不知道誰會回應你的 Hey Siri 回應了 但是如果我放一些功能 是Apple Watch用的 那電話回答我不明白 我說什麼 是嗎 有聽過 Hey Siri What's my heart rate Yes I can't tell you your heart rate 看到嗎 我沒有它 我跟它說 心力是有的 還有它 它就跟我說 I can't tell you your heart rate Apple Watch有很多東西 是聯絡到iPhone的東西 但是iPhone的旁邊 如果我推動了它 它就聯絡不到Apple Watch 那這個有點驚喜 但是小事 美中不足 你進去以為沒有App 其實又不是很差的 因為 你有很多其他 專業的App 可以用到 下載了這個App之後 其實可以查到WhatsApp 最新的WhatsApp的訊息 那些訊息 但是你打算在那裡回覆 你沒有那麼傻 你沒有在那裡回覆 但是你知道 你不會錯過你的訊息 然後你可以查 SMS 你可以控制音樂 這些都可以的 你看一些股票 但當然股票也是 蘋果裡面的App 那個股票 所以那些App其實 不是說不齊全 不過你不可以代替到 iPhone的經驗 也都特地不讓你代替 iPhone的經驗 因為不可能在那裡做到太多事情 而且沒有Google Map 有Apple Map 那這個就煩一點 另一個好處 我喜歡Uber 7分鐘UberX Request 你按Request 那就說不定價錢 Call 搞定 不過有手機 也不用用這個功能 另外呢 很有趣了 有相機拍照 出來 然後你可以遙距 控制藍牙 雖然不是很有趣 你藍牙棍 什麼都有 但是你順便做好 你的價錢 你錶一定會戴 你棍不一定會戴 那你放在那裡 這樣就拍照 挺好的 其實我剛剛發現 一個小時前發現 另外一個 我很喜歡檢查自己的心力 超喜歡 因為正常來說 我靜止的時候 心跳是慢了五至八下 即是現在 我靜止的時候 我走斜坡 可能都是七十幾 買大神 然後走那邊斜坡 不如試試去沙田市中心 有一個橋很長 很長 很漫長的斜坡 然後我試試71 然後我老婆說 71那麼高 79 你又試試 我還給她去平地一會 然後大讓她量度 然後叫她檢查心力 我老婆做了幾 快成二十下心跳 走同一條路 你知道 越低心跳是越健康的 即是你不要靈 即是你不要 心跳只剩下13 我很喜歡用心跳這個功能 Apple Watch沒有一樣好 有一個最好就是 你知道很多很多的新聞 它救過無數的生命 即是你突然間 你推動了一個好心跳的警告 當然有另一個功能 我又不試試 就是你跌倒的功能 我很多YouTuber 都代了我做的 你慢慢看它怎麼跌 那些奧林帕克損失的跌 它真的會叫911或者999 整體來說 我唯一會戴或者不戴的情況 就是有機會戴完之後 傳統錶真的不戴 這樣就一輩子了 但是有時候要錄片 有時候分享會的時候 有隻老婆會浪費 你都買了是不是 自己上電視的時候 真的可能會換回一隻 那就反而煩了 過早上決定選這隻 就選這隻 現在我上班 那些錶就在這邊 這裡放在這裡 即是IWC放在這裡 那這隻 這隻可以戴 對,平時是經典的 斯文的 Ditona 那Lsb就是放的 你沒力氣 就送給你們 那在我辦公室 遲些再帶大家 走個 走個Tour 大家留言 想不知 我們開啟了之後 可能拍了個Tour 所以整體來說 Apple Watch 我特地要搭配 時間要戴 但這樣也覺得值得戴 因為真的很智能 不過我總是覺得 它會偷走我的資料 我比較不了別面 因為我沒有戴過Apple Watch 我知道是戴了 但整體來說 我覺得挺有趣的Toy 其實可以用 必須一定不是必須的 這部不是必須 這裡起碼一半價錢 不是必須 這裡整個都不是必須 是不是 兩個蘋果的開箱 希望大家喜歡 我也是想買 而且這隻也不是我買的 是不是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Vlog 或者有什麼開箱想法 告訴我 總之這個Vlog 都是生活上細節 希望大家都喜歡 除了在幕前 看到我的認真的樣子 幕後 其實都有一些東西 我也多個朋友 一起去抒發一下 透過這個Vlog 聊聊天 多聊聊天 記得按讚和分享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讚我們Facebook 拍Vlog不是打算 記得按讚和分享 下次見 拜拜 Justin又要補充 有一個功能 我個人覺得是真的幾好用的 就是找到iPhone 其實這裡有一個按鈕 一推上就有了 按一按 有什麼事發生 大家聽著 重點是 我現在的電話 是瞄準了 我瞄準了 它都照響 有時候可能你瞄準了 然後想找這個電話 就找不到 然後人家聽到 那些聲音 但其實很難聽 或者電話放在床上 就聽不到 這個功能 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也用過幾次 是